講到了 這是鞋面的鞋面加速 鞋頭他講到 他講到但是他沒有講完 鞋面了 講錯了 講錯了 他有招包 鞋面的鞋面 通常我們 你在課本上 在裡面看到這樣的鞋面 代表就是一個鞋面 鞋面 通常被看到這樣的鞋面 代表一個鞋面 這是地板的意思 這邊有個鞋面 假設鞋面的鞋角是指定打角 丁面 是的 沒有 我們開著窗口 對 不要 我們應該要走 這裡對不對 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好,那裡有開放的那個 我們一個物體在那個上面 這樣有,有稍微 所有的物體 假設這個平面跟這個物體之間沒有摩擦力 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這是一個光滑平面 這個是光滑平面 好,我們現在這個物體稍微放平向下對不對 那請讓它向下加速度多少 別的線線,別的斜面方向的加速度多少 那個什麼什麼 那這個物體的質量多少 這質量是M 所以這重量是多少 重量是多少 那質量是M 重量是多少 MG MG 這個物體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物體嗎 F等於MA對不對 這邊的A是G,所以才是MG 重量就是MG OK,好 其他向下的加速度多少 M1分之1 MG成效 MG賽斯塔 在哪邊 賽斯塔分之1 成效 那也可以賽斯塔分之MG 賽斯塔分之MG 應該這樣吧 為什麼 MG賽斯塔 因為 因為 錯 因為賽斯 賽斯 那個 斜邊 分之 對邊 所以通常在做分力的時候會這樣做 我們會在這個方向做分力 我們會在這個方向做分力 我們會跟這個地方 取一個直角 對不對 然後做成兩個分力 一個是向這邊的分力 一個是向下的分力 對不對 向這邊的分力 會影響到這邊的加速度 就是這邊的加速度 這邊的分力會影響到加速度 所以這邊的分力是多少 對 應該是做錯了 就是Sine Sine Sine MG Sine MG Sine 向下分力 F 好 對 向下分力F 會等於什麼 這三角形 這三角形 我們要想像氣味一點 想很久 就是 這部分有時候 這個角度的問題 會很奇怪 好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角 會不會等於這隻角 會不會等於 需要證明 不要嗎 這是Pina腳 所以这边的长度是多少? 这边乘上3以4以来 对啊 所以MG3以来 对啊 所以它的加速是多少? 4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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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不足不上去 所以MG3以来这样是什么? 没问题吧 OK 所以这样就这样 就只带一下 就是我们在求一个鞋面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屏幕上有这样的鞋面 那鞋面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就是说 你看一个 好 这边看有鞋面 感觉让我们随便 对 然后 然后 在哪里 或是你可以拿香腿手 有吗?在哪里? 在那个 脸盆里面 脸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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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求那個運動化成是 S 等於 B0 T 加 2 分之一 A T 等於張移動 這個 A 是可以改變的 在這個地方又可以改變 我們下一個章節會講到平面的部分 平面的部分就再進入 XY SY 的話可以求的 運動化方式可以去做你的拋線 可以求出去 可以求角度 所以 基本上今天到這邊 那接下來是講個 相對運動 跟 打點計時機 我不知道現在臉好還好嗎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那個東西還蠻 打點計時機 蠻 蠻落伍的啦 喔 打點計時機 打點計時機 有看到打點計時機嗎 有 我們其實要沒有啦 我還滑出這關卡的車 你是說 就是 一台 搖晃車 不是啦 不是啦 他那自己就是 他就是一個這樣子 就是有點類似那個電鈴 他那是一個電鈴 他就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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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撞喔 然後之後 過去就有一條繩子 有點類似地震椅的那種感覺 不一樣嘛 不一樣嘛 地震椅不適 對 地震椅不適 你可以等他停下去就要打去 這樣你就會看到我 蜜蜂剛才差點從現在頭上 是吧 搭配計時機 事實上是一個小電瓶 那他就是不斷的打 紙張拖過去的時候 他就打出一個硬體 硬體 硬體 然後這紙的前面就拖著硬體還車子 或拖著什麼東西 你要測量東西 對不對 但是他其實會有很多問題是 正在測試的時候你會發現有時候卡住了 或者有時候 因為你的磨擦力很大 所以你測出來不是真正的結果 對 他最大隻了 他長大了 他可以增加經驗值 他分路了 好 那個 那現在 一般來講 其實就是這種造像 這種雷達 雷達就是 他就講是一個彈子彈 同樣來講 我們通常 你沒有辦法用 不管是用照相或大的意思說 他就把那個繩子去打過去 那子彈怎麼可能 所以子彈通常就是這樣 我用雷達波去打到子彈的屁股 那反台的雷達波 我去接受 距離 對對對 那這怎麼算距離 這算 雷達波不是雷達波 雷達波是電子波 電子波的時間差 就是 他沒有收到這個風 可是你也想說 那我同時間不會是打一個雷射波 你怎麼知道是哪一個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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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一直回來 對啊 你只知道這我打出去的 這剛才是回來那一個 這個像疫情我不知道 但是 我只知道原因 我不太懂問題 我第一個回來 第一個打回來一定是第一個打出去的那個 第一個打回來一定會是第一個打出去的那個 對 但是 你的意思是 我們的雷達必須在子彈射出去 射出去之後才可以開始發射 可是通常沒辦法 雷達一直stand by 是一直在蹦蹦蹦蹦蹦蹦 它只這樣蹦 打出去 你收到了 回來 那這時候你怎麼去歸叫 叫正說 這時候 我雷達波碰到屁股彈回來 是剛好錯喔 剛剛是哪一個打過去的 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懂你的意思 因為雷達不可能是 準備射擊喔 雷達準備開喔 射擊讓他同時按鈕說 我先打過去看即時不可能 所以他有去個點 事實上這也不會很難做 事實上他是 他是這樣 我剛才是這樣 他是 他是 這是砲口 對 砲口前面有個火光 火光前面他有個 抓著火光的一個啟動器 那火光被抓到之後 他就來打一手 這樣 這樣 這個是從十八射 對 所以他這樣第一個回來的 一定是第一個 對 第一個 好 就這樣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回到我剛剛 在做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 打過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我的 V 等於 對不起 我的 S 等於 VT 所以我知道什麼位置的時候 我知道我出去的時間 再乘上我的速度 速度就是光波的速度 C嘛 光波的速度 對不對 乘上去之後 這就是我來回 那來回的距離 會把旅客等 的距離 子彈的距離 所以不重要的去測 子彈的距離 可以知道子彈在飛行過程 的路徑 那 限時生活中 我們用上路上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更簡單的 就是 我們這裡做的那個照相機嘛 用攝影機啊 把它拍下來 拍下來 你隔一個畫面去隔吧 你可以知道 D0秒的時候 它不會在哪裡 C 因為它攝影機是 30分之1秒的位置 所以是 30分之1秒的位置 在哪裡 30分之2秒的時候 在哪裡 你就可以知道 它每一個位置 好 那你DLT多少 DLT多少 DLT是 30分之1秒 對不對 然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針去 算出你的 你的加速度 你的速度 都比較算 這我們需要演練一遍嘛 應該 應該 對 應該不需要演練 好 好 你們題目上看到 有看到這個屏幕 有準在跑 他會要我們 打得越來越小 要打點計時器 應該沒有吧 他不要上這門上 打點計時器 我沒有 一般來講 你用20分之1秒 我用 現在沒有吧 一定沒有這個題目 好 那個D7頁 D7頁 就有 我們辦理11 好 打點計時器的設備 還好 可以可以看一下 計時器 要看這個題目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整個題目看樣 我們先看 題目給我們做什麼樣子 實驗時 打點計時器 紀錄後 題目運動過程的軌跡點 衣軌 折順 十足 直驗時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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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對 来 放我的试图 第一次 back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四 五 第一次 back 低一點其實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電腦鋪的低點一樣 他沒辦法很準,他一定有個誤差點 應該是不用誤差鋪吧,反正他就是 一定是帶你先動然後再打電腦 就是夾出這個樣子 一般來講都先 先打電腦鋪 然後打電腦鋪 對,打電腦鋪鋪,所以前面有滑一個點都不準 但是你這個不要緊 其實你兩個做法都是一樣,就算他帶你先動再打電腦鋪鋪 對 好啦,彼此有 誒,我對 對 哇,對 其實這有點邏輯 那個 他運算很容易 他只是 那有些就是你這個最六的回合 嗯 嗯